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11月信贷增长不及预期 债券销售放缓 香港海洋公园在多年亏损后 公布了1.1851港元的盈余 中国大陆飞机的到来 对香港航空业是一大推动力 约翰、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首次公开缺席经济活动的第二天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将在2024年复苏 开发商预测 请大家收看 中国11月信贷增长不及预期 债券销售放缓 彭博社 中国11月份的信贷增长速度低于预期 因为政府为刺激措施借贷减少 近几个月来 中国一直致力于财政刺激以支持经济 导致债务发行增加 然而 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 家庭和企业对信贷的需求疲软 限制了信贷增长 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等到2024年初再降息 以刺激信贷需求 中国人民银行还正在实施措施 引导贷款流向重点领域 并管理信贷周期 央行行长潘弓胜 重申了中国人民银行控制货币供应 和避免过度宽松的承诺 香港海洋公园在多年亏损后公布了1.1851港元的银语 南华早报 香港海洋公园报告称 由于今年2月香港边境重新开放 该公园在财政年度上实现了1.1851港元 1518万美元的银语 该公园在此期间迎来了240万游客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5% 海洋公园董事长龚建宜表示 业绩的提升归功于香港边境的重新开放 以及公司的创意策略 该公园的收入也增长了54% 门票 商品销售 餐饮和其他公园内消费的收入 都有所增加 中国大陆飞机的到来 对香港航空业是一大推动力 约翰 李 南华早报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两架国产民用客机抵达香港 显示了中国对该式航空业的支持 李家超表示 R21和C919客机的到来 标志着中国航空航天制造业的一个里程碑 并将提升香港作为区域飞行枢纽的地位 他还宣布将在香港举办一次 关于航空导航和机场运营的国际会议 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公开缺席经济活动的第二天 彭博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缺席了一年一度的重要经济会议的一半时间 这是他继续违背共产党规范的举动 习近平前往越南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与制定2024年增长目标的会议的最后一部分时间重叠 他的缺席是一系列未经解释的举动中的最新一例 引发了对执政党日益不透明性的担忧 习近平的缺席和他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 引发了投资者和商界的担忧和不太自信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将在2024年复苏 开发商预测 南华早报 中国开发商绿城中国控股预测 2024年下半年住宅建设和销售将出现反弹 该公司认为 预期的经济复苏和积压的住房需求将在明年引发转机 绿城计划将重点放在一线城市以实现利润增长 绿城董事长张亚东表示 房地产是一个不能被其他行业替代的领域 预计中国大陆的房地产行业今年的总销售额将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 约合1.7万亿美元 较2022年下降11% 香港和中国大陆将推出试点计划 以便更方便地进行数据共享 南华早报 香港和中国内地已经启动了一个试点计划 以促进大湾区的跨境数据传输 首先涉及银行信用参考和医疗保健领域 该计划将通过自愿使用标准合同来确保个人数据在该地区的安全流动 此举是北京计划将香港、澳门和中国南部九个城市整合成一个经济强国的一部分 在现金紧缩的情况下 地桂园高管第三次削减年薪 南华早报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地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的高管们 自2022年初以来第三次减薪 因公司专注于交付预售房产并防止债务进一步违约 而房屋销售停滞不前 该公司的执行董事杨慧言、墨斌和杨子英自愿要求 将年薪从分别的37万元、300万元和200万元 向至12万元人民币和16716.80美元 这次减薪是在该公司继续面临房地产市场挑战 并试图缓解市场担忧的背景下进行的 北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恒大危机 日今亚洲 中国政府需要紧急采取行动 解决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集团的财务困境 尽管该公司债务重组进展甚微 但香港高等法院最近推迟了 是否批准恒大债权人提出的法律清算的决定 恒大的总债务约为3350亿美元 净资产为-890亿美元 由于担心对客户和潜在社会动荡的影响 中国政府一直不愿采取根本性措施来处理该公司的问题 然而 如果不解决恒大等房地产巨头的问题 全面的经济复苏是不太可能的 必要是应考虑注入公共资金 中国准备注入资金以帮助流动性 促进经济增长 彭博社 预计中国央行将通过中期借贷便利工具 向金融系统注入3250亿元人民币 453亿美元的资金 以应对由于大规模债券销售 而导致的流动性收紧 由于北京急于在2019年的最后两个月内出售1万亿元人民币的主权债券来支持经济 因此需要这笔资金支持 然而 预计央行将保持一年期政策利率不变为2.5% 因为北京已经表示将依靠财政措施来应对经济面临的逆风 中国的经济还好 问题在于政治 彭博社 中国经济官员公布了一个9项计划 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明年的经济复苏 然而 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其政治问题 习近平主席及其助手们 未能消除中国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悲观情绪 导致对他的领导力失去信心 中国共产党内缺乏制衡机制 导致资源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企业 而一人统治的回归时实质性的政策修正变得不太可能 随着经济前景暗淡 中国人为黄金支付溢价价格 日经亚洲 由于对经济和货币的担忧 中国的黄金价格已经超过了国际基准 中国黄金价格与伦敦现货价格的差价已达到约40美元 经济不确定性和恶化的国际关系 推动了中国对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新兴兴趣 除了黄金 中国投资者还对日本房地产表现出兴趣 这是由于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担忧 中国的发展是重要的政治优先事项 在关键的经济会议上 南华早报 中国表示 其最大的政治优先事项是经济发展 该国领导层承诺实施促进增长的政策 并改善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 以在不确定性中实现经济稳定 政府目标是到2035年将经济翻一翻 这意味着GDP每年至少要增长4.8% 决策者已经承认 需求不足 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和预期疲软 是经济增长的风险 他们发誓要保持扩张性财政和审慎的货币政策 同时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和解决跨境数据流问题 鼓励外国投资者来到中国 根据一项调查 4分之3的香港企业在2024年之前都难以找到人才 南华早报 根据Manpower Group大中华区的一项调查 尽管专业人才的供应略有改善 但近80%的香港公司 在2024年第一季度仍然难以找到人才 许多企业为了克服人才短缺而提供更高的工资 预计明年员工的平均工资将上涨3.3% 调查还发现 信息技术和数据 可持续发展以及工程等领域 是公司难以找到人才的主要技能之一 Avalon同意以180亿美元的价格 购买140架波音和空客飞机 路透社 全球租赁公司 Avalon已同意从空客订购100架A321neo飞机 和从波音订购40架737MAX飞机 这项交易按照目录价格计算 总价值达180亿美元 将使Avalon的机队增至1037架飞机 这些新飞机预计将在2032年交付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最近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一些新闻 首先 我们注意到中国11月信贷增长不及预期 主要是因为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减少了借贷 尽管政府一直在致力于财政刺激以支持经济 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 家庭和企业对信贷的需求疲软 限制了信贷增长 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在2024年初再次降息以刺激信贷需求 另外 香港海洋公园在多年亏损后终于公布了盈余 这主要是因为香港边境重新开放 使得海洋公园在财政年度上实现了盈余 这个好消息也说明了中国大陆飞机的到来对香港航空业的促进作用 此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公开缺席经济活动的第二天 引发了一些担忧和不确定性 习近平的缺席和他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 让投资者和商界感到担忧和不太自信 不过 中国的开发商们对未来的房地产行业充满信心 预计在2024年下半年将出现复苏 另外 香港和中国大陆将推出试点计划 以便更方便地进行数据共享 这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的发展 同时 碧桂园高管第三次削减年薪 这也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最后 我们还看到北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应对恒大危机 恒大集团的财务困境已经引发了一系列担忧 中国政府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 中国准备注入资金以帮助流动性促进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 中国的经济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 并且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支持这一目标 我们期待未来中国经济的稳步复苏和发展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以上为六度简报的观察员六博士的解读和观点 每位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进行讨论和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你们在世界封面下的山洞 你现在的船离人 我们在世界封面下的一角 我们在世界封面下的一个线